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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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超速了 只是发费还没寄来 结果就有一通电话打来 说我是什么什么 裁决所什么什么的 你就会觉得 这个事情好像是雷同的 那你就会很认真去听他讲的话 那讲一讲 我觉得 不对啊 为什么 我单子还没来 你就要打给我 而且电视上有在播 政府不会主动打给你 就是这些裁决手不会主动打给你 也先通知你 那我就觉得不对 那我就直接把它挂掉 但是如果是老一辈的 或者是更年轻一点的 可能他们就会被所谓的洗脑 各位好 欢迎来到大爱会客室 为您推荐的好戏 加油满子 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来宾 和我们谈一谈怎么样转念 让心情变得好一点 当然说不定也可以转为为安 我们邀请的是本资满子师姐 主持人好 全球观众大家好 继续欢迎陈希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一定要给佩泽师兄一个掌声 你演的这个角色 我发现从头到尾 一直觉得你好淡定 都在戏里面的那个角色 对 你有感受到吗 对很多事情其实 那个情绪起伏不大 因为在前面演的时候 我觉得他就是也比较不快 所以你太多的讯息给他 他太大的起伏也没有那么好 那后面呢等于是有几个小孩了 所以他要很稳重 那面对老婆也是 可能老婆很拘谨 什么事情都看着很重的 那佩泽就是帮我借上 就是连钱卡住了 对 就是这一点 我发现我还蛮佩服他的 对于被人家这个倒在这件事情 师兄的想法 他真的紧张归紧张 但是他会比较容易放下是吗 对 他就好像没有我那么紧张 我也发现到 那说没有紧张 他也赶快找路子怎么去找 台中去嘛 我就跟他 也讲实在话 我人面比较广 那台中有我们公务局小姐 跟我们都很好 他的老公就在那 当独察长什么 就中部嘛 那我就要 就赶快叫他去找他们 跟那警察去沟通什么 拜托警察 我刚跟我们也查 好 那叫他去每次回来 就像蟹蟹批球 他跟他说 他也撩幾百万 就去百万 来看看我们八十万 我说 好啦好啦 查都要再说嘛 当然这时候 我 我 我们到底还家里婆婆 都在拜拜的嘛 我又做了慈忌 都相信 觉得有因的有缘 我也跟上门谈了一下 说我师兄真的好好先生 他也不欠人家 也不欠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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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碰到坏人呢 跟我们这样这样这样 三个人说 不要紧 要比较勇敢的 这勇敢我真听不懂 原来你要做好事的 我后来发现到 正在我身上发生了两三次 真的还严重一次 但是 回来 他跟我讲这句话 我想我十岁就没有爸爸 二十岁就没有妈妈 我都自己来 读书也自己来 我没有勇敢嘛 我自己自悟我自己 还要勇敢 真的回来真的还要勇敢 车子 新车给撞坏了 孩子开了载 阿嬷回家给撞坏了 那我自己又掉下来去 意外去复产工来气增 所以你看 他又来这笔钱 一件接着一件 对不对 所以原来我也这样勇敢 要突破他 因为我们到底有宗教性 有听上人一元果报 行善者 人家说 鸡善之家欠有余 我也相信这一句话 因为你现在疑解不疑解 你也觉得也许就是一个因果 对不对 好 就不是我的 就看是不是做好事哪去了 不过我们接下来要回归一个 我们现在社会上常常会发生的问题 诈骗的电话 手法 听得多了的吧 就是有一次我拿到一张超数 什么东西 超数罚单 那因为在罚单 我知道我超数了 只是罚单还没寄来 结果就有一通电话打来 说我是什么什么 裁决所什么什么的 我超数怎样怎样 你就会觉得 这个事情好像是雷同的 对 那你就会很认真去听他讲的话 那讲一讲 我觉得不对 为什么 我单子还没来 你就要打给我 而且电视上有在播 政府不会主动打给你 对 就是这些裁决手 不会主动打给你 你先通知你 对 那我就觉得不对 那我就直接把它挂掉 挂掉之后就单子来 反正钱缴掉了 就没事了 但是如果是老一辈的 或者是更年轻一点的 可能他们就会被所谓的洗脑 了解 你就是该怎么样该去汇款 对 那汇完款你就没事了 对 那可能他们有这样的漏洞 就是会 赚这个漏洞去骗你的钱财 那有些工作 工作上也会碰到诈骗集团 那很多都是因为贪置嘛 想要赚更多 那就会投资更多 那风险就更大 了解 那对方如果是好的话 你就会赚更多钱 如果对方是诈骗集团 你就了 我觉得贪也是 也是一个重点 以前都说 金光党 有金光党的年代 是 你常常听老人家说 也许到最后是因为自己一个贪念 觉得我好像可以以小换党 对不对 但是现在不是 现在很多就是像你这个 他有很多事情是兜得起来的 对 你会用什么样去判断 还是一律都是会让自己很谨慎的 去面对这些资讯 当然你说在当下我这个罚单 没错我们做错事情 但是我觉得就是冷静下来 先去思考前后顺序 那就算钱嘛 反正我们不是做什么坏事 反正我们做错就是罚钱 那想一想 就动不起来的时候 先冷静把它挂掉 再重新再思考 冷静真的很重要 对 可是这个时候就又有一个 比较可以来讨论的事情 对不对 假设说今天诈骗 他是用我们的善念好了 是 对不对 这个时候因为你也是做慈祭 行善 这是你天天都在提醒自己要做的 怎么样把行善这些事情做得有智慧 当然 上帝说慈悲要有智慧 我们 我就记得带婆婆去访评的时候 她说好可怜 她一掏就一千块给人家 我说妈等一下等一下 我们要请请请要给她请 我再叫你怎么给 好 就是 有些我们不要让人家有贪念 一个老人家 我们既然要 开始觉得要帮助她 她一餐 尤其当初 婆婆还在那年代 一千块就很好用的 那她一下子给她一千块钱 那老人家一定 我们会给她更多的 所以我就阻止妈说暂时不要 没关系 你要我们帮着更多的人 我再跟她收起来 我就跟她 妈这样好不好 我跟你可以帮助好多人 好啊 你处理啊 懂 婆婆都会这样 我有些时候 我跟婆婆互动中间 也希望她 既然她学佛她也知道要行善 那行善我就去访试 我都开了车 顺便再来去看沿途的风光 生老病死的风光 了解 她很高兴 所以其实刚刚从师姐提到的 她说其实她们家佩子的师兄 心也是很软 对不对 看到人家需要的时候 她依她自己的能力 可以给多少就给多少 可是有时候就是怕说 我们自己会养成别人的贪念 其实这也是不太好的 不太喜欢的一个结果 我会觉得就是量力而为 我今天如果说我要捐钱 或怎么样 一定是我的能力范围之内 我才会去做 那做人就不要多想 不管对方的 是用什么方式来跟你要这个钱 你这样出去了 她就出去了 了解 所以你会跟佩晨师兄的看法 会比较像 要我就当时候就给他 出去 这是他的事了 对不对 如果说我不想相信他 在当下我就直接去 你就会拒绝吧 拒绝就好了 就是我的能力没办法 那我也不得担定说 我没有能力了 我还要去做 做这样的事情 那做了之后 你回不来 你不是每天就是愁眉苦脸的 了解 不用把别人犯错 来责磨自己 是 对不对 要懂得转念 感恩两位记得分享 感恩 感恩 感恩你收看今天大爱会客室 我们明天见 因为我那时候去试镜 然后骑车嘛 然后要回家的时候 然后骑一骑 结果我突然被憋车 就是有人 有一台车在这 然后他突然这样插进来 那我就急杀 结果就整个车滑出去 那天下大雨 倒在地上的时候 我感受到我耳边这边有个轮子 这样过去 就只有大概这样一点点这样过去 因为我那时候还好是 我倒下没有完全烫 我事实上自己在撑着这样子 所以如果是倒下来的话 他可能就从我头上过去了 那时候我就觉得 就是 突然松了一口气 还好 还好我还在 就是 原来死神这么近 而且你没有办法预料